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駕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我們佛山的大賴 介紹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個移翠專題 我今天過來做一個回訪 並且今天去這裡新推了一些紐黃 有平層的單位 也有複式的單位 另外一個還有我們的商鋪 大家看到了這些商鋪 它是帶租藥的商鋪 好 暫時在外面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現在我先帶大家進去我們的銷售中心 跟大家再找小葉 跟大家介紹一下其他的細節 還有我們還有複式的單位 我們稍後去我們的延長洋版房 延長的洋版房 不是異地 看看我們的實景 OK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帶大家來到我們看看我們的街鋪 這裡就是我們的商業看底下的街鋪 沒錯 我們在小區出門之後 兩邊就是我們的社區街鋪 我們的首層部面對的就是現在小區裡面的業主消費 所以每間店鋪都是小小的 三四十方 但可以用到八十方的空間 為甚麼呢 你剛才說的高度 對 六米高度 所以就是賣一層用兩層的 而且正對小區出口 所以兩邊的生意特別好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剛開始 交流開始就已經有商戶 開始過來搶一些小區門前鋪 所以你可以看到業態 除了現在便利店 藥房 水果三千超市 包括現在最喜歡的一些家政系列 對 裝修系列 包括現在的夜晚活動區域 我們都有 你講的夜晚活動區域 我覺得現在在二樓的店鋪 現在有一個這麼漂亮的爐台 真的要抽涼 在外面喝東西不錯 是啊 我們可以做 現在已經運營在咖啡廳 有健身房 所以在整個社區鋪來說 可以看到 我們在東南西北 都是你的消費群體 你的店鋪 除了我們這裏 包括對面都是一樣的 是的 現在所有的社區下面都是在售 這條路兩邊都是你們的店鋪 沒錯 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買店鋪 包括一個租約 沒錯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有的商戶 都在運營 你買回來之後 你就是廣東 我們直接把店鋪和租客 都一起給業主 即是買店鋪 就送租客 沒錯 你好 歡迎來到 宜翠專題158V 柳王的單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交樓標準 入門的話我們有個圓關 可以滿足到現在區家的舒適 我們整個產品的話 是採用3米15的層高 開間是小米3的 無敵的大光景 而且我們都在做藍鄉 整間佈局是4房 三圍 兩陽台的佈局 可以看到入門的話 我們這個是屬於交標的廚房 全部是採用西門寺系列的家具 而且我們的櫃裡面 細緻到做了一個吊欄 給業主作為交標 所以可以滿足到現在入廚房的需求 現在我們在廚房都設置了一個涼霸 希望可以表現這個廚藝之餘 可以保證它的放鬆 我們在整個報告來說 在入門為了主惠的分化 所以在入門的一邊 設置了現在的長輩套間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交標 我們所有的整個室內 包括大甘的中央空調 買了家具駕駛可以輕鬆入住 我們這邊是南向的光景可以看到 現在的桂光就在我們眼前 可以在這邊看看 我們整個產品裡面 最大的亮點在這邊 我們有兩米一的大陽台 可以滿足到更多的需求 包括目前來說 我們整個陽台只是計一半的面積 業主可以在這邊作為兒童的玩樂區 可以作為長輩的一個飲茶區域 可以看著這麼漂亮的環境 可以書捨地看著整個城市變化 我們進來之後 可以參觀一下我們的其他的位置 我們可以有三房間 會在現在的南邊 有客房 有公共衛生間 這邊是公圍 我們都帶著現在科勒的所有交標 而且衛生間裡面都會安裝了現在的暖霸 可以在東圈之餘有私溫暖 這邊有間客房 我們客房只計一半的面積 所以整個空間都可以靈活治癒 舒適最大的就是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我們是南鄉 可以滿足斗兩米大床 這邊都包括有一個套間 所以整個舒適度158 就是現在最好的三代選擇 我們都為客戶準備了 現在帶有家私家電配置的樣板房 可以在這邊參觀一下 我們看了交標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 屬於靈活性的樣板房 入門之餘就是一個入門玄關 我們放了家私家電之後 這個空間都是徐徐有餘的 3.15米的層高 4.3米的開階 兩邊是通透性的 可以見到 只要我們擺放生活的所需 其實都可以同一家人 無限境進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的脫房 脫房空間足夠大 腰型的設計 我們都除了現在的冰箱之外 我們所有都配了現在 西門子系列的三件套 基本上我們都裝了涼白 可以一轉廚藝 在廚房的旁邊是一個生活陽台 這邊的話就需要放我們的洗衣雞 現在可以放乾衣雞洗衣雞 在上層使用 這個空間足夠大 我們除了生活之外 可以看到整個小區 進來之後 可以見到整個廳 十分舒適 我們有四米三的開階 我們有四米三的開階 走兩步 可以來到我們現在的大陽台 南向一線光景 盡收眼下 相對可以看看我們其他的區域 因為有四房間 所以我們在入門區域 設置做一個長輩套間 可以滿足長輩的需求 我們往前進的話 可以見到有雙客房 可以滿足到小朋友 可以做書房 當然最舒適的 是到了我們的主人房的空間 來到我們的複式陽板房 整個面積只是148方 但整個舒適度 是超越了現在的豪宅 入門的話 屬於半開放式的脫房 我們的產品是屬於複式產品 所以有部份的空間 是不計面積的 我們在首層方面 我們保留了一間房間 保留一間長輩房 我們設立了背客區 以及現在是兒童區 可以滿足兩重天地 可以見到我們的一個活動區 可以滿足到業主的一些興趣外號 除了公園之外 我們這邊會設立套間 一樓為了方便我們的長輩需求 所以一樓是有套間的 我們可以見到整個空間 其實是很舒適的 我們會設立套間 在首層 跟我上來帶來看看 我們樓上的產品 上有天下有地 我們在二樓的區域裏面 設置了 從兩房間加上天地 可以見到我們整個露台 免費使用 做一個舒適的陽光房 可以每天都陽光普照 我們可以見到現在整個 南海高山區的板塊 對面的樓價是十萬一方 這邊是設立主人房套間 我們可以見到有雙陽台佈局 入門的話 我們除了休息區之外 起床 可以見到一線光景 我們為業主設立了一個商人的 衛生間區 包括女主人的醫院務區 所以整個空間 南泥鎮至用得最盡 我們在衛生間之處 設計了女主人最喜歡的浴缸區 可以見到整個空間 舒適度 是以豪宅的標準打造的 所以在整個複式的產品裏面 我們的空間可以是白變的 可以滿足你不同的需求 好了 剛才靚仔哥哥和我們介紹過 我們的複式單位 還有平層 也都看到我們樓下的商店了 我們現在在這裏做一個總結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比如說 我們有什麼突出呢 讓我們靚仔哥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這個單位是140平方的 怎樣會擴展到面積使用呢 其實整個產品 我們是無批交付 希望給予更多創作空間 給予業主 所以我們整個面積雖然是148方 但如果按照我們使用空間 我們可以超過190 上面積到120的使用率 第二個是全面都是南向的產品 住家當然要住南向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南向無論風水好 或是我們的彩光 和生活的舒適感 都是南向非常好的 是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產品的設計上 都希望將所有的實場兩邊推 盡量將可賊性給予業主 我們在首層都會保留兩個衛生間 希望在長輩不上樓的狀態之下 可以滿足他的生活需求 第二個是我們的樓梯位 我們會盡量靠邊放 這樣會保證整條梯是明亮的 不會是暗梯 上到二樓之後 我們會給足主人家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整個主人房 是可以做到一些豪宅以上的配置 例如你正常的140的房 是做不到浴缸 但在這裡做到 第二個我們會贈送更多的露台 希望業主可以觀星 可以跟家人在街上設施 我看到二樓的大露台 是怎樣贈送的呢 其實露台是不算面積的 即是一個平安都不算嗎 不算 完全不算 不知道越做越大 所以在整個複式產品上 現在是在所有的住宅產品 賣完之後才推出 所以現在我們所有的貨量 都相對會比較少 而且是缺 而且在整個市面上 現在一手在賣的複式 超過10萬家 而且我們這個產品 會更加貼近現在的一個市場需求 第二個可以滿足到 未來的升值空間 所以這次我們都不做那麼大 百兩方可以用到兩層的空間 所以算得上是榫盤之中的榫盤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我們是賣燃樓的 沒錯 就不存在著旗樓 所以我們也沒有真空期 這頭交錢那頭搞定了手續 馬上入住 沒錯 還有我們的商鋪 商鋪其實跟大家再講講 它的面積段有多大呢 我們現在首推的社區商鋪 主要是27到300方之間 我們分為臨街鋪和臨街二樓鋪 我們的產品都可以保證現在最大的門面 去到四米到六米那麼寬 層高是有六米的 完全可以做到兩層 可以做到兩層舖 一層投資兩層不用用 還有一個剛才我聽你說的門面做到最大的一米 四米到六米都有 四米到六米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一個舖最關鍵是一個門面九封 沒錯 而入面大出面小的 你會展現出來的 沒錯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而且我們的舖全部都是現舖 而且是大租的 大租 沒錯 我剛才聽你說過大租 現在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怎樣大租發 這個很關鍵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商鋪 都會在住宅受興之後 消費面向市場 而且現在對於一個市場的關係 例如現在很多商鋪分為超市鋪 市場鋪 專業市場鋪 包括社區鋪 但是因為現在實體業的衝擊 暫時很多客戶都會比較擔心商鋪 所以我們公司為了給購買者更多的信心 在開賣之前我們已經招了商 而且很多都跟商戶簽署了兩到五年的租約 在買賣的時候 直接把店鋪和租客給業主 這樣可以業主買回來之後 下個月就可以收租 即是說假時間我是業主 我跟我們儀翠專題買了一個店鋪 實質上我就買了租客 沒錯 即是沒錯 即是馬上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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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的回報率呢 即是大概 現在我說了 明白 因為這件事很難說 很確切每一個數字 沒錯 沒錯 因為現在對於實體業的考驗會比較大 所以現在我們套租的一個價格 都要貼近現在雲營者 所以我們現在首層租金去到$120 二層去到$60 我們計算過現在買家投入的資金 我們計算的回報率都在$4.5以上 $4.5以上 那譬如說我買一個 你說最小的$27 $23 有些$40多 沒錯 40多 即是假如我買一個$20多方的 總投資有多少錢 如果是$23的話 大概是去到$67到$70萬之間 即是$60多到$70萬就有一個店 沒錯 相對來說$40多 即是大一點的店 大一點的店大約多少錢 大一點的店大約是$130萬左右 $130萬 是 那就是 在首層還是甚麼 首層 就是首層 剛才你所指 所舉例的兩個都在首層 對 現在推介給你的都是首層 如果想性價比高一點的話 就二層店 二層店都是17000至20000 但是很多二層店主要是做一些健身系列 做一些教育培訓 做一些舞蹈班 一些興趣班之類會比較多 即是我們在現場賣東西 當然是最好 首層店 對 所以現在的首層店 賣套小套 所以我們基本上以小面積投入 其實現在的首層店都是圍到$20000 還是一個 因為很多商店都是圍合著小區出入口 所以價位都會在$32,000至$35,000之間 普遍比較多 噢$30,000多是 對 沒錯 沒錯 $30,000多 是 那帶租約的店多不多呢 其實我們現在入住率都超過六成以上 大租約很多都 你知道做生意都講人流 在這麼穩健的消費者之下 基本上都無名而來租 我們都會貼近現在業主的生活所需 來作為消費方向 所以現在很多店舖都一半一半以上 因為早期我們招租的時候 都是針對獨立性的 例如現在我開了一間便利店 我們就不允許它開第二間 保證商戶的運營 其實你們在這個管理方面 都落了很多心思下去 沒錯 因為現在 假設你所說 一個地區 我有這麼多個同一間店舖 變成一個競爭就很大 是的 商戶運營起 業主收租就變成困難事 所以我們保證租客也保障業主 所以現在的買賣都比較快 現在的利潤店很適合推出 適合有收 好了 你說到這個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主要來源的客戶 是香港那邊的 在這裏買樓 當然可以買公寓便不可行 沒錯 如果我們買這個住宅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住宅對於目前來說 因為現在越港澳大灣區 大城市合併 所以對於現在的政策來說 暫時都是按照以前的政策 對於香港的客戶 都在大陸暫時只可以有一套住宅 未來會不會放開呢 我相信政府都會考慮一個問題 畢竟現在港佛同誠的都市圈 現在的距離會比較低 對 除了港佛同誠 還要鼓勵港人回來 置業、投資、創業 我相信這個政策可能會變 具體 當時我們上來買貨的時候 政策是怎樣 現在不能夠說得太死 因為政策很多時候都會變 是的 因為政策都是要適應民生而設立 所以我們都相信 未來會有更多利好的消息 會如何出貨 講完我們的購房政策 我想問一下付款方式是怎樣 我們暫時對於香港客戶 暫時都支持一次性付款為主 一次性付款當然好 對客戶購買時優惠力度也大些 沒錯 因為在市商言商 所以資金都是雙向體 是的 我們換來越快都希望讓來得多些 這樣也是 大家都是相對的 沒錯 除了方便 是的 我想你再跟大家去講講 我們在香港過來的途徑 按照現成的話 其實都可以坐廣深港高鐵 可以去到廣州南站 我們這邊距離廣州南站都會比較近 而且廣州現在的地鐵線路覆蓋比較廣 我們項目距離現在金融高新區廣闊線 其實都是講10分鐘的車程 所以落了地鐵之後 我們有樓巴來到小區 我們本身儀趣專題有樓巴 是的 沒錯 那我就簡單點去講 我們的客戶在香港 沒錯 高鐵直接去到南站 南站轉地鐵 沒錯 地鐵去到金融高新區 沒錯 然後就有我們的樓巴去接送 當然樓巴也有時間 沒錯 除了樓巴以外 據我所知還有我們的巴士線 是 也是來到我們的項目的樓下 也是十多分鐘而已 是 那些巴士都是 所以相對來說 那個時間都是比較 方便很多 是 而且我們項目周邊 十分鐘範圍內 現在都在建設一條 穿越廣州佛山東莞的廣州二十八號線 未來會連接大灣區的各個城市 未來不用轉駁 直接去到附近都可以 是的 這個離好會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時間問題 是 做肯定好做 因為有一段已經在做了 是 沒錯 但現時我們現有可以享用到的 就是我們的地鐵線 是的 地鐵線和樓巴 公交線樓都有 好的 好的 我們今天的採訪和這個編輯 做出來也差不多了 也辛苦了你 不要緊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灣區字業的頻道 以及 撥打我們的熱線 好的 下期見 拜拜 好了 我們現在進入到我們的薩樓部 我們通過這個大堂 進入到我們的區位圖和沙盤那裡 其實距離的千燈湖很近而已 只有十分鐘的車程 OK 現在我們 好了 現在我們先看看我們的區位圖 看看我們的地鐵沿線是怎樣走 第一個 我們的項目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就是移翠專題 這樣我們如果在香港個女朋友 我們可以在西九龍坐車 坐到我們的南站 廣州南站 轉成一個地鐵 地鐵可以通過沙遠站 轉到我們一個叫千燈湖的高薪區 金融高薪區 在千燈湖的金融高薪區 這裡有一個移翠專題的樓盤接駁巴士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就接到我們這個專題 其實這個交通也很方便 而我們在這個專題 將來有一個佛山的六號線 以及廣州的二十八號線 這裡是一個交匯處 雙地鐵口 其實去很多地方都很方便 例如去佛山西站 現在已經開通了佛山西站的乘軌 其實它又可以在深圳北 一路坐到過來這邊 而在佛山西站 就直接也有車 過來我們這個移翠專題 其實我們這裡就是 二十八號線將來開通了之後 兩站就去到白鶴潭了 三站就去到廣州市中心的事工 去這個廣佛的六號線 亦都接駁到廣州地鐵五號線的教口 你看到這裡 佛山六號線接駁廣州地鐵五號線的教口 三站就連接到廣佛線的南桂路 好 我們先來看看沙盤 看到沙盤這個項目位置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移翠專題 其實我們後面有一條缸 我們前面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一個瑞嚴西路 其實一路直出去就是我們的方村 方村其實距離 方村亦都是我們廣州市的麗灣區 實質上我們這個移翠專題 去到麗灣區亦都是很近的位置 大家看看一條直路過到瑞嚴西了 瑞嚴道已經是我們方村的麗灣區那邊 已經是我們來的了 好了 看看過來這裡 過了一條橋之後 其實我過來千燈湖也是十分鐘的車程 所以我剛才說 在我們坐地鐵去到千燈湖 再坐我們的樓巴過來這裡 就是十分鐘那麼近的 同時也有很多人過到來 我們這個萬大廣場邊 萬大廣場就是在千燈湖 而已 在這裡喝茶吃飯 購物 各方面去那裡都已經很成熟 一個大型的商場 當然我們看到 我們這裡項目周邊 一個肉菜市場 地鐵路線 還有一個幼遠 周邊的小學 其實就 也都很齊全 所有東西都 這邊也是我們那個南海的電子 那個什麼 南海之眼 這個湖中心這裡 其實就是在我們一帶附近 當然肯定是有一點距離 不會說在樓盆旁邊 距離也很短 十分鐘的車程都不用 就去到的了 學校 遊樂園 肉菜市場 商場 其實什麼都避免了 這裡還有一間 是我們的三甲醫院 三甲醫院 也將要落成 開了 已經進攻了 大家看到我們的樓盆在這裡 沿著這條路過來 過了一條橋之後 一條直線距離 就來到我們這個 廣廣新城了 現在廣廣新城的樓價 是去到五六萬 甚至乎還有那個 上升空間在這裡 換言之我們這裡 這麼短的距離 十五分鐘的車程度 就是廣廣新城的 二分一價錢 也是三萬多 這裡就是白天鵝 我們很有名的白天鵝 其實我們從項目過來 也不是很遠 大家看得到圖了 至於需要多久 我就沒有詳細了解過 但是呢 我們經常都走的了 這條路 好了